我最喜歡的馬匹就是翠豪 因為我初接觸賽馬的時候 九十年代初正正是翠豪 戰績最光輝的時期 當時他連續幾屆成為香港的馬王 他是第一匹香港的賽區遠征外地 雖然落敗了 但他的精神值得敬佩 而且為以後香港賽區衝出國際 贏到海外賽事報下了種子 中間馬王我覺得是金槍六十 因為在我看馬的時間 他算是我剛剛看得最多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 少有的一個組合是馬主 連馬師和騎士都是香港人 其實這個意義幾大 因為其實都算是一個香港人的驕傲 這件事都鼓勵到我覺得 可能對工作對我的人生都有幾有影響 我最喜歡的馬 我就會比較喜歡紅心威龍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很有鬥心 我覺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由他當年由三班升上去 他贏到經典杯賽 然後贏到打比賽 然後贏到女王杯 我覺得這隻馬是很厲害的 最不同之處就是 我覺得他在神操的時候 懂得收放自如 這隻馬會知道自己何時跑 會很懂得用力的一隻馬 認真看馬的時候 第一節可以看到一匹這麼厲害的馬